女人怀着一颗忐忑的心等待检查结果 从护士口中得知 普通症状的病人都会打电话通知结果 正希就更认定自己一定是得了癌症 紧张地询问哼道结果 看着她凝重的神情 正希努力地深呼吸后 询问她自己还能活多久 结果哼道却告诉她 应该还能活50年吧 看着正希疑惑的样子 告诉她不是癌症 只是肿瘤而已 正希大大的松一口气 大叫着差点被她吓死了 哼道嘲笑怎么还跟以前一样 律师就大呼小叫的 感谢前妻不是得不治之症 叫住要离开的女人 说还是需要动手术才可以 因为肿瘤太大了 离开时哼道还将一束百合塞进正希手中 说是对不起她才送的 觉得正希变成这样都是自己的错 如果能一直待在她的身边 应该就不会变成这样 男人的话让正希也有所触动 再没给正秀发来了离婚洗衣书 让男人净身出户 喜秀看着爱人愤愤不平的样子 告诉她哥哥和律师早就想好了办法 让正秀给再没写一封感人的情书 正秀听后很排斥 觉得自己也是要面子的人 然而将正秀拿捏得死死的女人 起身装肚子疼 说现在孩子都有太动了 正秀抚摸着女人微微凸起的肚子 感叹孩子都会动了 自己却没能好好照顾两人 真的觉得很对不起 喜秀接过男人的话 如果真的觉得对不起 那就按我说的话做 很快东宇就从对方律师那拿到了信 在美看着信中的照片有点意外 正秀告诉在美当时问自己爱不爱她 看到这张照片就是答案 在你很累的时候偷偷拍下的 一直将她珍藏在钱包里 因为连你睡觉的样子我也深深爱着 却不知道在什么时候 我的心突然变了 虽然给你留下了不可谋蔑的伤痛 但希望你不要否认过去三年美好的时光 我真心地爱过你 真心地对你说对不起 被感动得一塌糊涂的赞美 告诉东宇决定家产平分一人一半 不过东宇惊讶的表情 说刑事告发也立即取消 东宇坚决反对在美 但被感动冲昏头的女人去命令她 按自己说的办就行 东宇看着傻白甜满是无奈 冷着脸告诉她 以后后悔自己再也不会管 喜秀哥来到在美的店铺外 听手下说灌门前生意还不错 决定将店铺拿下 在美拦住东宇表示有话要给她说 彻底对女人无语的男人 将处理好的文件交给她 说两人从此以后再无交集 在美在身后向东宇道谢 觉得如果不是她自己真的会变成笨蛋 感谢最近她在自己最无助的时候默默陪伴 得到肯定的男人心头一乐 将一个信封交给她 让在美去这家有名的眼科医院看看 说提自己的名字就能打五折 在美疑惑为何叫自己去动眼睛手术 东宇毫不客气地告诉她 想要让她看清楚男人 因为你现在还是很蠢 反应过来的再美 在东宇车后破口大骂 哼道在深夜里拿出在美和正希的照片 看着她默默落泪 却被醒来的是拉看到 朱莉也在此时来到了房间 愣是从丈夫手中抢过了照片 看到是前妻的照片让朱莉失去了理智 觉得在丈夫心里一定经常想着她 又或者是在心里拿两人做比较 哼道努力地解释了半天 气头上的朱莉却没听进去半句 最后男人只能将照片撕碎 就在两人吵得不可开交时 全家人都来到了门外 丈母娘对着哼道又是一顿训斥 即使丈夫和儿子在一旁为哼道说好话 克里斯丁还是愤愤地责怪你去 让自己的女儿觉得空虚 她才会去买那些名品 哼道可怜巴巴地保证以后不会再犯 丈母娘呵令道 你再犯错就从这个家滚出去 让哼道好好表现 随后又口无遮拦地责怪女儿 不该找个二手货 在美和郑秀正式地办理好了离婚手续 郑秀将在美带着两人以前热恋时 常来的地方 告诉在美毕竟现在自己 是马上要做爸爸的人 希望能在这里跟她和平分手 理直气壮地叫在美别再恨自己了 在美欣然答应 叫男人拿出新手机后 直接将她推进了水工 在替在美打赢了离婚官司后 鸣声大噪的东宇受到了众多美女的青睐 而她也是来者不拒 带着性感美女来到高级餐厅 女人看着钢琴前风度翩翩的男人 认定了她就是自己的白马王子 在两人准备更进一步发展时 东宇让女人摘下墨镜 却发生了让她差点吓尿的一幕 看着惊慌失措的男人 女人尴尬地解释是去游泳得了绝膜眼 表示很快就好了 毫不客气地让男人继续 早已被吓傻的东宇落荒而逃 第一时间来到眼科医院 告诉好友自己一定是得了绝膜眼 努力地睁开眼问是不是很红 好友认真查看后叫她放心 并没有事 觉得东宇是重度健康焦虑者 东宇拿着眼药水来到洗手间时 刚做完视力矫正的在美走了进来 闭着眼睛乱摸一通后 让旁边的人帮忙递个纸巾 东宇乖乖递上 听到是男人的声音让在美吓一跳 对着她胡乱抓了几下后 大叫变态 东宇连忙叫女人看清楚她在哪里 在美这才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是男厕所 哪人也理所当然地告诉她 你才是变态 在美突然察觉到不对劲 怎么这声音如此熟悉 定睛一瞧 东宇大叫倒霉 怎么又见到这疯女人 正希听从了亨道的安排 由她亲手煮刀为自己动手术 为了让前妻不那么紧张 亨道为她戴上耳机 是那首两人最喜欢的曲子 顺利做完手术的正希 因不想继续麻烦亨道决定当晚就回家 看着还在担心自己的男人 告诉她其实在心里已经原谅了她 觉得当年丈夫的出轨 自己也有一定的责任 亨道搀扶着她坐电梯离开时 正希在一楼看到了 来给亨道送便当的朱莉 连忙给姐姐报信 于是接到电话后的两人在二楼下电梯 正希强忍着疼痛走楼梯 但还是忍不住吐槽 现在两人又不是不正当的关系 不知道为何要提心吊胆地躲着 决定接下来要转任治疗 听着正希的话 深感愧疚的亨道虽然极不情愿 但还是勉强点头答应 冬雨将在美送到家门口时 遇到了在美的小姨 女人热情地邀请冬雨去家里坐一坐 在美知道了妈妈今天做手术后 觉得无比自责 正希安慰女儿自己没有关系 觉得只要看着女儿好就行 小姨问冬雨怎样才能发泄心中的郁闷 于是冬雨决定为在美举行离婚仪式 让她摘下手中的结婚戒之后 使出浑身力气将她砸碎 在美的脑海中浮现最近受的委屈 妈妈安慰女儿做得很好 在美告诉妈妈虽然今天的自己很悲惨 但以后会努力认真的生活 一定会再幸福的 最后狠下心将戒指丢进了江里 大叫我一定会幸福的 我想幸福不会再哭了 不管多么累也不会再输了 另一边可就幸福了 郑秀正式向喜秀求婚 也许这一刻是喜秀最幸福的时刻了吧 打算重新开始的在美 却被房东告知店铺已经转出去了 无论在美如何请求 女人就是不肯说出对方的电话 命令在美今天之内将店清空 原来是喜秀哥将店铺给租了下来 送给两人做结婚礼物 喜秀带着郑秀来到店外 想要给她一个大大的惊喜 打开眼罩时 却看到一脸无语的在美 郑秀听到爱人说看到在美就不舒服后 一脸认真的叫她别再纠缠 在美懒得跟两人计较 喜秀拿出店铺的合同给男友 郑秀看后没有任何惊喜 反而是不耐烦地说 自己对周铺一点也没有兴趣 也不想被人说闲话 喜秀却觉得她没有拒绝的资格 两人必须要想办法养活自己才行 让郑秀好好为孩子想想 郑秀却担心在美如果在附近开了周铺 两人的生意就会泡汤 喜秀眼神中透着杀气 告诉郑秀自己会让她再也开补了周铺 在美为了向东宇表达谢意 特意将一副象征着好运的百合画 送给了她 大文替在美交给东宇时 看到了相框后的字后 责怪东宇不厚道 没想到老板人自己的顾客都不放过 东宇看了后也吓一跳 上面竟写着亲爱的我爱你之类的话 连忙打电话叫在美在原地等自己 东宇责怪在美不该爱上风度翩翩的自己 终于听出是因为话框后的字 在美这才想起是在飞机上 写给郑秀的 但依然觉得东宇挂在墙上没有关系 克里斯丁正好看到儿子将话给在美 两人拿着话推来推去 最后东宇将话塞给在美后逃进了电梯 郁闷的在美在克里斯丁身旁自言自语 真是王子病太严重了 还以为全世界的人都喜欢他 克里斯丁则在心里内蒙说着 我的儿子不是王子病 他就是个王子 在美看着话框发愁 最后直接丢进了垃圾桶 连忙捡起来的女人 责怪在美怎么能将宝贝送她的礼物 丢进了垃圾桶里 今天是正希到医院拆线的日子 刚停好车准备上去 就看到了前夫和他妻子恩爱的画面 拆线后正准备离开 亨道邀请他跟自己一起吃顿晚餐 看正希想要拒绝 亨道诚恳地请求 表示自己有话要说 坐下后亨道就接到了石拉打来的电话 以为前夫生活很幸福的正希 告诉他曾经自己真的很恨他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 现在真心地因为他幸福而感到欣慰 亨道将一个装着支票的信封 和正希最爱的CD交给了他 说是对这些年对女儿微不足道的补偿 希望正希能在女儿需要的时候交给他 正希收下了CD 将支票还给了他 说希望他和女儿冰释前嫌后 自己交给他 亨道希望两人以后能偶尔联系 却再次被正希拒绝 一个人失落地喝着红酒 回忆着与前妻一起的幸福时光 朱莉不停地给丈夫打句电话 却一直是无人接听的状态 而将车开至半路的正希 听着熟悉的旋律 本以为将前夫放下的他 将车停下路边后嚎啕大哭 误会儿子暗恋在美的克里斯汀 不容儿子拒绝 告诉他周六为他安排好的相亲 在美在以前的店附近 重新租下店铺准备开业 喜秀和正秀也在为开业准备 喜秀还特意买了 和以前在美周店一样的晚盘 拿出哥哥在在美店子拍下的照片 说是故意弄成和以前的一模一样 正秀还在担心在美会继续开店 喜秀冷着脸说绝对不会让他如愿 喜秀哥拿下了两人开店的商标权 看正秀担心的样子 男人告诉他这是为了他们的孩子着想 喜秀则嘲讽在美很快就要完蛋了 竟然还想要开店 最后肯定很丢人 正秀心不在焉地说现在自己有了孩子 在美应该会理解的 喜秀哥派人监视着在美的一举一动 正准备开业的在美还在沾沾自喜 男人却直接撕掉了店外的广告 克里斯丁还在为儿子不去相亲而担心 来到他房间准备拿走信用卡 冬雨立马换了负面孔 答应妈妈一定提前半小时到 于是在美周店开业这天 冬雨因为要去相亲没法去 律师所的同事们来到周店祝贺 此时在相亲的冬雨 本想要用老办法吓走女孩 不料名声在外的他却直接被女孩拾破 两人决定抛开相亲试着交往 在美小姨扛着糕点来到周店 大文看到正心后却吓一跳 因为她长得和自己的妻子一模一样 突然门外来了一群不速之客 正在拆在美店主的招牌 看在美家疑惑的样子 早有准备的她拿出店门的商标权 让在美好好看看她的主人是谁 看着上面写着韩正秀的名字 在美差点气晕 准备陪着小女友去兜风的冬雨 接到了大文打来的论话 电话那头传来在美争吵的声音 此时喜秀哥安排好的混混 正在疯狂地拆掉在美的周店 陪着小女友的冬雨 想着在美的是心不在焉 最后直接将她丢上出租车 在美猜到一定是正秀搞的鬼 带着妈妈和小姨直接冲进她的周店 上来就是一巴掌 女人恶狠狠地将在美击开 小姨愤愤地想要将正秀拉去警局 喜秀连忙给哥哥打电话报信 正秀直接甩开了小姨 问他们自己到底犯了何罪 需要如此大动干戈 面对在美一家的指责 正秀硬着头皮说在厨房工作的人 对这个店子也有一半的功劳 就在正希忍无可忍抓着正秀质问时 喜秀哥在不远处命令正希放开手 走上前轻易地跟她推着一趟 刚做完手术的正希身部 受到严重的撞击 愤愤地在美命令胖子站住 男人挑衅在美 让她用力往自己脸上打 就在在美不顾一切 想要挥出拳头时 东宇及时出现拦住了她 强行将她带走 很快克里斯丁就接到女方家 打来的电话 知道儿子半路跑路的她 气得直接血压上升 命令丈夫马上给儿子打电话 东宇看着哭哭啼啼的在美 问当时阻止她分一半财产给对方时 是怎么对自己说的 现在就连商标权都被男人抢走了 你脑袋清醒了没 在美委屈的大叫 我怎么知道会那样 东宇忍不住吐槽女人 在那么多流氓面前 竟然还想要和别人拼命 觉得要不是自己及时赶到 估计她现在已经躺在了医院里 在美对东宇没有任何感谢的意思 反而责怪她干嘛 要来插手别人的事 东宇瞬间无语 彭晓享受着锦衣玉食的朱丽 嫁给比自己大20岁丈夫后 每天除了购物还是购物 然而丈夫微薄的工资 却入不敷出 为了减轻她的负担 朱丽在一位好心大姐的帮助下 找了一份在高尔夫球场兼职的高薪工作 然而单纯的她怎么也不会想到 女人的目的并不单纯 第一天上班的朱丽充满自信 两个老板看着她两眼放光 大姐却让朱丽随便娇娇就行 克里斯丁也和好友打高尔夫 说在姐有说有笑时 好友却看到了不远处的朱丽 问克里斯丁那是不是她女儿 克里斯丁无比确定地告诉两人 自己的女儿 不可能会跟丈夫以外的男人打高尔夫 自从正希被推倒后 伤口一直隐隐作痛 来到休息间查看后 手上竟多出了许多血迹 瞬间吓得不轻 打完高尔夫球的朱丽正准备离开 女人却告诉她 这才刚刚开始 朱丽努力理解女人话里的意思 克里斯丁也准备和好友们离开 眼见的女人却再次看到了朱丽 察觉不对定的朱丽询问几人要去哪里 一脸坏笑的男人 告诉她现在才是正希 看着朱丽一脸天真的样子 大笑着说就喜欢这种装纯洁的 说着就上前搂住了她 被吓到的朱丽对着男人就是挤权 觉得是遇到坏人了 拿起包就想逃 不料却被女人抓住 命令她收了钱就该好好办事 问朱丽给了她那么多钱 难道以为真的就只是打打高尔夫球 那么简单吗 朱丽这才知道原来女人 是拿打高尔夫做谎的而已 决定将钱还给她 不料女人却狮子大开口 叫朱丽赔偿三倍的钱 不然一步也不许走 就在朱丽觉得这次死定了时 朱丽对妈妈感激不尽 觉得要不是有她自己 一定会被她们拖走 克里斯叮冷冷地叫女儿跟上 正吸唤了一家医院检查 医生告诉她要进行更进一步的检查 才能知道结果 让正吸去做手术的医院拿证明过来 克里斯丁完全听不进朱丽的解释 觉得她去工作 全部都是女婿的错 要不是因为她没钱没能力 自己的女儿也不会想着出去工作 命令朱丽马上去医院找亨道 从手术室出来的男人一身疲惫 却不知自己马上就要迎接一场暴风雨 隐约听到吵闹声的正吸 悄悄打开了办公室门 亨道问妻子又有什么祸了吗 朱丽可怜巴巴地道歉 丈母娘愤愤地告诉她 你的妻子今天竟然在告了出场 给别人当了一天的玩具 要不是我看见她今天就完蛋了 问女婿觉得冤枉吗 亨道默默为正吸写好的证明 问怎么拔线才没多久又去医院了 不想再给亨道添麻烦的正吸 尴尬的回答只是觉得女医生方便而已 当正吸准备离开时 犹豫再三还是转身询问前夫 要不要去喝一杯 而另一边觉得对不起亨道的朱丽 一边开车一边向哭桑般嚎叫 觉得妈妈做得实在太过分了 冬雨决定帮再美找回商标群 让她约郑秀出来协商 虽然充满疑惑 但再美还是乖乖照做 本来冬雨是打算试探两人一番 再美却在看到前夫洋洋得意的脸后 愤愤地将自己的底牌说了出来 告诉两人自己一定会找到证人 证明那个商标是自己的 虽然冬雨及时阻止 但郑秀还是将在美的话听了进去 终于知道自己说错话的再美 和冬雨马不停蹄地往金女士加感 先到达的郑秀和金女士擦肩而过 而在每一眼认出走在路上的女人 兴奋地跟她打招呼 亨道和正希来到小酒馆 男人自嘲地说 今天你看到的我才是真正的我 每天努力地挤出笑脸 医院是后辈的不是我的 别人都羡慕那样年轻貌美的妻子 无论我多么努力地赚钱 永远不够她购物的平均消费水平 有钱的丈母娘永远都看不上我 看到这样悲惨的我 你心里应该很痛快吧 正希告诉男人并不是这样 在医院不是说了并不恨你了吗 只是做梦都想不到你过的是这样的生活 看着曾经深爱的男人 不停地将酒往嘴里灌 正希还是忍不住要她少喝一点 亨道却在这时问此了女儿 婚后是否幸福 结婚三年了还没有孩子吗 不想让男人担心的正希 紧张又尴尬地回应着她 亨道自以为是的觉得 女儿现在29岁 应该是因为还想多玩几年吧 让正希别将自己的事告诉女儿 因为不想在她面前抬不起头来 家里看到妈妈躺到床上睡觉的朱莉 连忙发信息给丈夫告诉她现在可以回家了 担心丈夫喝酒后打呼噜 所以自己去女儿房间睡觉了 而无处可去的亨道 让正希将自己送回医院 看到车上周电的宣传单 还以为她开了分店 感叹只要他们娘两身活得好 自己怎么样都无所谓 到达地下停车场 正希看着睡着的男人 回忆起克里斯丁逊之她的样子 本想要叫醒她 却在看到她满头白病时停止的动作 醒来的亨道依不舍地下了车 此时分别多年的两人 心情都无比沉重 在美这边也进展顺利 经已是听到郑秀的所作所为 为在美而打抱不平 毫不犹豫地答应两人 明天去律师所写陈述书 然而下一秒回到家 儿子却坐在了美秀哥的腿上 认出来人是郑秀 马上明白了两人的意图 在美江鸡城陆路的东宇 大火的周电 看着在美炒饭的样子 东宇的心一点点被她吸引 吃着美食忍不住夸奖 但美做饭好 心地也好又漂亮 唯一的缺点就是那个太小 不出所料的 被在美顿揍 隔天忙完工作的亨道 回忆起在郑秀车上看到的传单 看着女儿的照片后 在网上找出曾经记者 去周电采访的视频 猜出郑秀就是自己的女婿 决定偷偷去看看女儿和女婿 好不容易找到周电 却意外看到了郑秀和美秀亲吻的画面 带着疑惑走进店里问询 才得知在美已经离婚 而眼前的女人就是周电的新主人 亨道第一时间来到郑秀的店里 问她为何要隐瞒 自己女儿离婚的事 不是说她过得很好吗 为何会离婚呢 于是郑秀将女儿被骗婚的事 告诉了男人 亨道愤愤地责怪 为何不早点告诉自己 郑秀理所当然地告诉她 不想给你偏赌 因为知道你帮不上忙 觉得女儿也不会想让她知道 毕竟两人现在的关系 和陌生人没有区别 迟迟联系不上金女士的在美 直接来到她家外面等待 从金女士邻居口中得知 除了她昨天 还有几个凶神恶煞的人 来到了这里找金女士 在美猜出一定是喜秀哥一行人 和美女约会的东尹 一直心神不宁地看手机 趁着女人离开 连忙给在美打去电话 知道了郑秀一行人 找过金女士后 命令在美马上回家 在美却执意要等金女士 直接挂断了男人的电话 朱莉为了哄母亲大人消气 想变了各种办法 但都被她给赶了出去 最后朱莉想出了妙招 先让父亲大人为母亲按摩 然后大声惨叫 女儿冲进房间 带掉妈妈出事了 手上出了好多血 这可把克里斯钉下坏了 连跑带跳地冲了出去 看着一身血的朱莉无比着急 让丈夫打119后 直接用嘴巴为女儿止血 这才发现味道不对劲 朱莉告诉妈妈是番茄酱 看着女儿的傻样 克里斯钉瞬间爆跳如雷 对着她就是一顿狠揍 觉得女婿有这样的疯妻子 也有过惨的 所以本不打算原谅她来着 现在看来的原谅她了 知道母亲大人原谅了丈夫 朱莉觉得自己的付出 都是值得的 父亲也对女儿甚是无语 原谅了女婿的克里斯钉 让孙妮给她打电话 却始终是关机的状态 最后无语地回房 此时坐在车上的亨道 回想起自己在关岛做的噩梦 又联想到前妻说 都是自己重大的恶果 瞬间眼神变得异常坚定 郑秀和喜秀 正在美滋滋地数着钞票时 亨道直接冲了进来 让郑秀和自己好好谈谈 告诉她自己是在美的父亲 拿出装这两千万的信封给郑秀 表示自己会努力凑更多的钱给她 只希望她能将周店还给在美 郑秀却嘲笑男人给得太少 最后恐无遮拦地说 在美是被你和我抛弃的女人 所以她的八字让我觉得很恶心 作为父亲的亨道忍无可忍 一拳将郑秀打飞了好几米 将所有的愤怒都用在了拳头上 抓着郑秀疯狂地输出 告诉她对于在美来说 两人都是罪人 所以今天就在这个世界上消失好了 来到周店找女儿的郑秀 从人工口中得知 郑秀周店打架的事 好奇心驱使她来到了店外 惊讶地看到郑秀 躺在单架上上了救护车 而亨道则被强制带回警局 担心在美的冬雨 最终还是抛下了小女友 来到金女士家附近的她 本想要为在美买一些吃的 却在打货店里 偶遇了带着儿子的金女士 迟迟等不到人的 在美只能失落而归 认定了金女士 一定是收了郑秀的钱 所以才会躲起来 却被突然出现的冬雨吓一跳 看着女人如此悲观 告诉她 也许会有奇迹发生呢 跟在美打赌 谁赢就实现对方一个愿望 金女士的声音 在身后响起 这可把在美乐坏了 冬雨告诉她 是因为金女士儿子生病 在医院待了一天 金女士一脸严肃地告诉在美 打死都不会向着 韩正秀那个垃圾 答应两人明天去律师所 在美对金女士感激不尽 看着满血复活的女人 冬雨问她 该实现自己的愿望了吧 在美让她说说 是什么愿望 于是冬雨左部右盼 一脸邪笑地朝着在美靠近 男人对女人的愿望 还能有什么呢 在这深夜 而且是个喝醉的男人 看在美一副 抵死不从的样子 冬雨拿出钥匙 让她坐司机 上车前 还不忘嘲笑 再美一下 看着一路上 滔滔不绝的女人 冬雨命令 她马上停车 拿出刚才 在杂货不买的零食 给带美 觉得她在门口等那么久 一定很 鼓励女人 做回自己好好生活 于是 在美脱下鞋子 大声地告诉月亮 自己以后一定会堂堂正正的生活 做回甜美 明朗帅气地将在美 冬雨吃傻地看着眼前的女人 直到被在美叫了好几下 才回过神来 体贴地想要扶在美下车 却直接被她拒绝 这时一辆车从后面驶来 冬雨连忙将在美呼进怀里 瞬间两人的小心脏都砰砰直跳 在美尴尬地向冬雨道谢 冬雨却直接一把拉过在美 车上的在美则嘲讽道 还以为谁都喜欢她吗 到底啥时候才能懂事 突然又开始猜测 男人不会是喜欢自己吧 抚摸着小脸但感叹 不管怎么可爱漂亮 我也是大婶了呀 红着脸说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并不知道 丈夫出事的朱莉 来到医院亨道的办公室等待 直至睡着丈夫都没有出现 直到护士小姐 告诉她这里要关门了 朱莉才决定 暂时回家等待 却意外在丈夫的包里看到了 两千万的贷款存折 此时在警局里的喜秀 郑愤愤地命令警察严惩哼道 告诉她自己的丈夫 都快被打死了 所以绝对不会跟她和解 心如死灰的哼道 没有丝毫辩解 感到警局的 郑希想要跟喜秀谈一谈 引人却没好气地 告诉她自己的心情 觉得他们家的人脑子都有问题 轮流来找麻烦 愤愤地说自己的丈夫 现在正处在生死边缘 听到这话的郑希也傻眼了 没想到郑秀会伤得如此严重 想要和女人找个安静的地方说话 却再度被女人拒绝 说绝对不会放过哼道 觉得只有让她去吃牢饭 才能让她脑子清醒 警察看哼道死活 不愿意说出 家人的联系方式 郑觉得为难时 郑希走了进来 看哼道想要赶自己离开 无奈地质问 她干嘛要这样 明明可以当陌生人 路过就算了 现在将事情弄成这样算什么事 碰到接过郑希的话 让她别管自己 要坐牢也是自己坐 并无大碍的郑秀乐呵呵地看着电视 两人听到有人进来连忙装病 喜秀哥进来 叫郑秀好好在医院里躺着 无论如何都不能跟他们和解 直到江在美 自己找上门下跪求饶 而最终目的就是为了不费脆灰之力 拿到电子的商标权 朱莉拿着贷款 存折回家 责怪妈妈 觉得因为她自己都要成为寡妇了 于是克里斯盯让女儿做好离婚的准备 为了救出亨道 郑希拿出了这些年所有的存款 叫妹妹也帮着去凑钱 郑希隐隐觉得不对劲 在美正准备去给东宇送饭 就听到员工说 昨天郑秀被打进医院的事 在美隐隐觉得这件事和自己脱不了关系 而在医院里的郑秀 迟迟不见在美来求情 主动联系她让她来医院看自己 面对在美的疑惑 告诉她自己住院就是因她而起 具体的让她回去好好问妈妈 接完电话的在美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连忙找到服装店向小姨询问情况 郑希联想到最近姐夫和姐姐吵架 猜到打郑秀的人也许是姐夫 此时郑希已经来到了医院 低声下气的请求对方能饶过亨道 郑秀愤愤的指责亨道 竟然敢强迫自己交出店铺 不同意就将人打成了这样 嘲讽她既然那么关心女儿 怎么能不知情地活了十年 甚至联想到男人是不是因为看周店赚钱 所以才突然又对女儿关心起来 郑希强忍着怒气解释 亨道并不是那样的人 请求对方能看在美的份上 跟亨道和解 告诉她懂得她当父亲 就会理解亨道为何会这样激动 一旁的喜秀提醒丈夫别固执了 和解就和解吧 于是假装委屈地说 虽然已经是曾经的岳父 但是让她不好过 对我也没什么好处 告诉郑希同意和解 郑希对两人感激涕铃 女人却让她先拿出和解的诚意 郑希乖乖将筹到的钱避给了郑秀 却被她直接推了回去 一本正经地说 我可不是轻易能被钱收买的人 此时再美也来到了病房外 喜秀拿出早已准备好的保证书 上面写着同意永远放弃商标权 男人厚着脸皮告诉她 都是因为你们不停地纠缠 而自己也要生活不是吗 让郑希回去好好劝女儿签字 怒火中烧的郑希告诉两人 是我错了 从一开始就不该把你当人看的 还有你 马上就是当孩子妈的人了 以后该有多后悔做出这样的事 这里恶心道让人无法待下去 在美空进来 直接将保证书撕碎 愤愤地告诉郑秀 十年前自己就和那个人没有了关系 所以绝对不会因为那个陌生人 放弃自己周店的商标权 让她别妄想了 从医院出来的再美 愤愤地让妈妈带去见那个人 强忍着心痛对着她说了最残忍的话 觉得在自己最需要她的时候 她都没有出现 而现在已经到了不需要爸爸的年纪 无论老父亲如何恳求 在美都觉得无法原谅 当年她抛弃自己和妈妈 另一边东宇还在想招法的 帮在美拿回商标权 彭金女士那拿到了 以前在厨房上搬过的人工电话 而克里斯并为了惩治亨道 将远在悉尼的妹妹喜闲叫了回来 回到家看着朱莉 思念丈夫泪眼婆娑的样子 喜闲告诉姐姐一定会让亨道乖乖听话 被关在警局里的亨道 想着白天女儿对自己说得很心话 内心无限懊悔 正希将女儿带回服装店 将当年和她爸真正分开的原因告诉了她 觉得亨道也是因为工作上处处被针对 而作为妻子的自己不但没能安慰她 反而时常责怪她 才让她有了二心 事情过去了那么多年后 现在的自己真的很后悔当年 任性地强迫她离婚 希望女儿能试着理解她的爸爸 喜秀哥知道了正秀威胁在美并未成功 决定找其他方法下手 将正秀被亨道打伤的事写成文章 发给在美后打电话威胁她不马上和解 就会将她发布到网上 被逼到绝境的在美 最终还是乖乖在保证书上签了字 很快警察就告诉亨道 那边放弃起诉她现在可以出去了 对东宇觉得深感愧疚的在美 和她一起来到了西餐厅 看着对自己官司全心投入的男人 在美挣扎许久 却还是没有勇气说出事情 不明所以的东宇 还批颠批颠地给在美送了礼物 说只是想让她改变一下形象而已 希望她能拿回周店后重新出发 在美将礼物推了回去 告诉她自己已经决定取消诉讼 看在美不愿说出原因 东宇愤愤地告诉她 这是我做律师以来第一次认真的做事 对在美彻底失望的她告诉在美 希望两人以后别再见面了 在美连忙追了出去 说自己有不得已的苦衷 希望东宇能理解 正想要说出缘由 却被东宇给堵了回去 告诉她自己没有兴趣知道 将礼物丢进了垃圾桶 再美看着头也不回的东宇 再看看垃圾桶里的礼物 回到家看着手中的裙子 还有调皮的东宇留下的纸条 对她的歉意就更深了 亨道刚回到家 就被叫到岳母房间 低着头乖乖地接受她的训斥 面对着和自己年纪相仿的岳母 亨道能做的就只有说对不起 保证以后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 克里斯丁却不依不饶 命令她马上离开自己家 旁边的小姨假意劝姐姐 然后不客气地对着哼道开刷 质问她怎么能以怨报德 觉得姐姐把那么好的女儿 嫁给了她这样离过婚的男人 甚至帮你开了医院 接受了一无所有的你 而你竟然敢离家出走 让她就这样彻底跟朱莉整理清楚 门外的朱莉冲进来着急地告诉妈妈 没有哥哥没法活我会死 春男也责怪妻子这样做太过分 小姨子这样做也不对 不该在起火的家在火上浇油 看着说要去收拾衣服的亨道 惊得下巴都要掉下来的克里斯丁 大叫完大了 势得其反了 喜闲一脸无辜地问姐姐该怎么办 朱莉回到房间不停地哀求丈夫 亨道告诉她先去姐姐家住 然后下个月再找月租房 听说要住月租房 朱莉更害怕了 跪在地上求丈夫不要走 于是亨道决定自己带女儿离开 担心就这样失去丈夫的朱莉 着急地冲下楼 却一个不小心从楼上滚了下来 听到声响出来 查看着克里斯丁 看到此情景直接晕了过去 一时间家里乱作异团 赛美并没有将用商标权 换出父亲的事告诉母亲 正希和正新都很好奇 怎么他们就突然放过亨道了 赛美尴尬地解释 可能是她对我还有一点点良心吧 亨道背着朱莉从医院回家 告诉几人只是脚稍微扭了下 克里斯丁大大的松了口气 醒来的朱莉可怜巴巴地祈求丈夫 为了自己放弃自尊 在这个家继续生活 觉得只要丈夫能再忍耐一点 再努力一点就没有问题 亨道无奈地告诉妻子 自己真的受不了了 只要回到这个家 心里就很闷无法呼吸 告诉妻子再这样下去 会失去比钱更重要的东西 让她按自己说的做 朱莉紧紧地抓住丈夫的手 觉得如果丈夫爱自己 就该迁就一下 最后男人于心不忍 答应了妻子继续忍耐生活 在美的周店 换了名字后重新开业 告诉金女士 今天开始会努力工作 对在美彻底无语的东宇 叫大文将她的所有文件摧毁 并信誓旦旦地说 如果在巴黎那个女人 自己就改名叫史东宇 缘分往往就是那么奇妙 准备去参加服装展示会的正希 与去郊外钓鱼的亨道 在休息站的图书店撞在了一起 眼看着正希要离开 亨道恳切地邀请她一起去钓鱼 由于再三正希还是上了车 亨道依依不舍地目送她离开 下一秒汽车却停了下来 觉得暂时忘掉所有烦恼的两人 在海边度过了愉快的一天 午餐时 正希让亨道看手机里 在美的照片 看着女儿健康成长的过程 让男人觉得无比欣慰 为当年自己的愚蠢 错过了正希无比懊悔 在美开始和员工们 在周店外做活动 但顾客却寥寥无几 金女士忍不住 男人干嘛要放弃诉讼 在美不以为意地回答 感觉打了也会输 所以放弃 金女士愤愤地大骂冬女士骗子 不是说一定会赢的吗 冲回店子 打电话给冬女质问 怎么能吞掉在美赚的辛苦钱 电话这头的男人一头雾水 决定要去找单美对质 在美悄悄溜进 周店附近的公司发传单 却被保安无情地赶了出来 这一幕正好被经过的冬女看到 愤愤地说 所以为什么要将商标给那个人 直接来到了正秀的周店 却从正秀口中得知 再美味了就出曾经抛弃过她的父亲 竟然签下了保证书 走在路上的朱莉 与丈夫的前妻擦肩而过 这是十年来她第一次遇到正希 呆愣在原地好几秒 追上去问对方记得我是谁吗 正义凛然地邀请她 找个地方谈一谈 坐下后告诉 正希自己和亨道已经结婚了 而且还有了孩子 希望以后 不管是正希还是她女儿 都不要去联系亨道 走出来的正希愤愤地看着里面的女人 回想起当年为了守护家庭和朱莉见面 让她离开亨道 毕竟她是有老婆和孩子的人 朱莉却告诉正希自己绝不会离开她 而且家庭不是想守护就能守住的 你得自己守护啊 觉得就是因为正希对亨道不好 她才会爱上自己 请求她将不幸福的亨道放开 对朱莉彻底无语的正希告诉她 就算是为了女儿 两人也绝对不会离婚的 而且亨道也说会断了心思回归家庭 让朱莉不要再骚扰自己的丈夫 不然对我女儿造成的将是终身的创伤 哪怕还有一点良心 就该跟那个人断了不是吗 看着正希要离开 朱莉直接跪在了地上 告诉她自己没有 亨道就活不下去 觉得比起她的家庭和女儿 那个人对自己更加重要 所以即使让我下地狱 也无法和她分开 回到现实的女人 大叫自己 当时一定疯了 就算再怎么不懂事 也不该那样 疑惑 怎么正希过了那么久 竟还记得如此清楚 而正希想着朱莉的话 索性答应了亨道的邀请 决定周末一起去听缅斗会 另一边东宇为了躲避裁罚妈妈 不厌其烦安排的相亲 决定找在美甲办自己女友 告诉她因为她突然取消诉讼 害自己在律师界都抬不起头来 不但损失了名誉 还损失了金钱 本来周店生意就不好得再美 担心东宇找自己要钱 乖乖认怂 听从她的安排 先去试了一大堆裙子 然后又命人将这头天然卷拉直 隔天中午 东宇和妈妈提前十分钟 在餐厅里等待着再美 克里斯丁事先跟儿子打好招呼 如果自己不满意 就要继续相亲 完全无视儿子的抗议 告诉儿子 这不是来了吗 东宇看着朝自己走来的 再美直接傻眼 听到东宇跟他妈妈介绍说 自己是他女朋友 而且用的还是假名字 再美没有当面拆穿 让他乖乖跟自己出来 克里斯丁看着屁颠屁颠 追在女孩身后的儿子 直呼真是没出息 听到东宇说 要让自己假扮他女朋友一天 再美连连拒绝 东宇愤愤地叫他 好好想想商标权的事 如果今天表现好的话 两人就能两清 说着就要拉再美回到餐桌上 再美还在做最后的抵抗 问他如果自己还是不愿意呢 觉得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骗人 东宇拿出最后的杀手锏 我会告你损害我的名誉 以及精神物质的损失 你就等着用钱来谢罪吧 不出所料 再美再一次认怂 回到餐桌上 认真努力地吃东西 克里斯丁想要知道 他的家事背景 于是东宇告诉妈妈 他的爸爸很早就过世了 妈妈在做着衣料事业 克里斯丁又问 在美在做什么工作 不等在美说完 东宇连忙接过话说 刚开始做饮食事业 含食方面很大 这让克里斯丁非常满意 说自己就喜欢 有事业心的媳妇 听到对方把自己当媳妇看 在美连忙说 没有结婚的打算 这下克里斯丁可就不高兴了 难道是把他当做 消遣的对象吗 而且干嘛 总是甩掉自己的儿子 为什么 东宇解释 不是他甩了我 而是他的事业太忙 在东宇的暗示下 在美跟着 附和说我是真的很喜欢东宇 东宇借机 叫妈妈别再逼着自己相亲 却被克里斯丁反驳 如果他不打算结婚 难道你要打一辈子光棍吗 自言自语 道活了大半辈子 什么事都有 别的小姐闹着说要结婚 就在这时 灵桌的小朋友 撞到了服务员 直接将果盘 倒在了克里斯丁身上 知道闯了大祸的小孩 嚎啕大哭 看着跑过来 只知道关心自己孩子的女人 克里斯丁愤愤地 问他怎么教育孩子的 让他好好看看 自己都被弄成啥样了 女人没有丝毫歉意地说 孩子不都那样吗 难道你没有养过孩子吗 玩耍的时候 也会有犯错的时候吧 反而责怪他凶自己的孩子 看着一脸难以置信的克里斯丁 不懈地说 自己给他付饭钱和洗衣费 忍无可忍地再美 决定要让女人瞧瞧自己的厉害 将相冰用力地摇了几下后 来到隔壁桌礼貌地打招呼 说既然你刚才如此郑重地道歉 所以我给你带来了一份小礼物 看着暴跳如雷的女人 一脸无辜地说 香槟不都这样吗 这个饭钱和洗衣费我会付 冬雨精的下巴都要掉了 再美则不紧不慢地向女人道歉 这一番操作下来 让克里斯丁队再美刮目相看 在离开时还不忘表扬儿子有眼光 让他一定要好好抓住再美 另一边郑秀与喜秀 在酒店举行了豪华的婚礼 但因为怀孕的关系 两人决定在附近多多疯后再回家 郑熙正在烦恼周末 是否该去演奏会 就收到了哼道发来的信息 告诉他到时候会在大厅等他 于是郑熙回复决定取消约会 说有点忙还有点不想去 哼道正想要询问为何突然取消 朱莉就直接闯了进来 坐在丈夫身上 让他实现自己一个愿望 将贷款的两千万拿出来去做西枝手术 哼道毫不犹豫地告诉他 那笔钱早就还了 这可把朱莉气得够呛 问丈夫怎么能不跟自己说一声 就把钱给还了 看着对自己漠不关心的男人 说他身在福中不知福 将周六见到他前妻的时说了出来 嘲笑郑熙现在完全老得像个老太太 觉得和他站在一起 就像妈妈和女儿 下一秒哼道直接来到前妻的店里 问他是不是因为见了朱莉 所以才取消了约会 郑熙告诉他 本来是因为看到那个女人 堂堂正正地质问自己 而觉得很气愤 很生气 所以才决定去的 但是今天想了很久 又觉得很尴尬 所以决定不去了 哼道一脸严肃地问 难道你是因为那个原因 所以才要跟我去音乐会吗 告诉郑熙如果只是因为那个原因 不去也没有关系 但是如果有别的原因 还是一起去吧 不管你来不来 我都会在那里等着你 另一边冬雨将在美送至周店附近 却看到郑秀和喜秀从花车上下来 在美寄绝的气氛又觉得很窘迫 让冬雨将自己送至别的地方下车 冬雨直接扯下她的发圈 硬是将她拉下车 让在美继续和自己假扮情侣 本想要以此戳戳正秀的锐气 不料正秀却直接将 冬雨去店子找自己的事都给说了出来 知道真相地在美气氛地跑回了周店 对着追来的男人质问 为何明明知道我是被逼无奈 才放弃的周库 却还一整天地把人当猴耍 冬雨一脸诚恳地告诉在美 假装不知道是因为不想在你的伤口撒盐 你以前曾经告诉过我 因为父母离婚有多么无奈和心痛 所以不想再揭开你的伤疤才没说 听着冬雨的一席话 在美将最近压抑在心中 所有的郁闷都说了出来 冬雨默默抱住在美安慰为她打气 今天是亨道约正希看演奏会的日子 克里斯丁却宣布要全家人去游泳聚会 机智的冬雨也要去约会为由拒绝了妈妈 亨道也连忙说与后辈友约 却直接被岳母驳回 问她还有什么约会比跟家人约会重要 于是亨道匆匆逃回房间 想要给正希发信息 却被近来的朱莉打断 不顾丈夫的反对 直接没收了她的手机 就这样被逼无奈的亨道 只能跟着朱莉来到郊外 却无时无刻不再惦记着与正希的约会 而本来下定决心不去的正希 看到钱包里亨道留下的门票后 却丢下一脸疑惑的正希跑了出去 终于将一家人送回家 亨道匆忙拿着衣服往音乐厅赶 此时正希已经在着急的等待着亨道 当亨道赶到音乐厅时 正希已经坐上了回家的公交车 亨道默默来到正希家门外 由于许久最终还是给正希打去电话 正希故作轻松地告诉他 自己并没有去演奏会 却在挂断电话的一瞬间 看到了守候在门外的男人 所有的情绪涌上心头 泪水夺眶而出